鸡熊 有个小姑娘离开家到树林里去玩 她在树林里迷了路 找来找去总找不到回家的路 却闯到林中的一座小房子里 房子的门是开着的 小姑娘往里瞧了瞧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她就走了进去 房子里住着三只熊 熊爸爸 熊妈妈和熊宝宝 三只熊都不在家 他们到树林里散步去了 小房子里有两个房间 一间是饭厅 一间是卧室 小姑娘走进饭厅 看见桌子上有三碗粥 第一只碗非常大 是熊爸爸的 第二只碗小一点是熊妈妈的 第三只蓝色的小碗是熊宝宝的 碗旁边都放着汤匙 一把大的 一把中等的 一把小的 小姑娘拿起最大的汤匙 尝尝那只大碗里的粥 又拿起中汤匙尝尝中碗里的粥 然后又拿起小汤匙尝尝小蓝碗里的粥 她觉得熊宝宝的粥味道最好 小姑娘想坐下来歇歇 看见桌子旁边有三把椅子 第一把椅子很大 是熊爸爸的 第二把椅子小一点 是熊妈妈的 第三把椅子很小 有个蓝坐垫 是熊宝宝的 小姑娘爬上大椅子 摔了下来 她又坐到粥椅子上 觉得不舒服 最后 她坐上小椅子 高兴的笑了起来 这把小椅子多么舒服呀 小姑娘端起小蓝碗 搁在膝盖上吃起粥来 她把粥吃光了 就坐在小椅子上 舒舒服服的摇呀摇 越摇越猛 小椅子被摇坏了 小姑娘摔倒在地板上 小姑娘连忙爬起来 扶起小椅子 走进第二个房间 房间里有三张床 第一张是大床 是熊爸爸的 第二张是中床 是熊妈妈的 第三张是小床 是熊宝宝的 小姑娘躺到大床上 觉得太大 躺到中床上 又觉得太高 躺到小床上 刚刚好 小姑娘呼呼的睡着了 三只熊回到家时 已经饿了 它们想吃午饭 熊爸爸端起自己的碗一看 粗着喉咙喊起来 谁吃过我碗里的粥 熊妈妈看了看自己的碗 也大声叫起来 只是声音没有那么大 谁吃过我碗里的粥 熊宝宝看见自己的碗空了 便尖声嚷起来 谁把我碗里的粥吃光了 熊爸爸一看自己的椅子 声音大得可怕的喊起来 谁坐过我的椅子 把它动过了 熊妈妈看看自己的椅子 也大叫起来 可是声音没有那么大 谁坐过我的椅子 把它动过了 熊宝宝瞧了瞧自己的破椅子 尖叫起来 谁坐过我的椅子 把椅子都弄坏了 三只熊走进第二个房间 熊爸爸大叫起来 谁睡过我的床 把被褥都弄坏了 熊妈妈也大叫起来 不过声音没有那么大 谁睡过我的床 把被褥都弄坏了 熊宝宝搬了一条小板凳 爬到自己的床上 见着声音说 谁睡过我的床 他突然看见了小姑娘 就像被什么刺了一下 尖叫起来 就是他 抓住他 就是他 抓住他 把他抓住呀 熊宝宝正要咬他 小姑娘睁开眼睛 看见了三只熊 它连忙扑到窗口 从开着的窗口跳出来 飞也是的 逃跑了 熊没能追上他